看看新闻网 美国的资深官员又证实了另外一件事情 是让美国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乌克兰的反政府局 造成这次悲剧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美国媒体是有报道说 美国是透过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卫星 是确认了马航的班机是被地对空的导弹所击落 所以美国的五角大楼的官员刚刚是证实了 美国确实是透过了这样的卫星的技术 确定这个导弹 这个飞机是被导弹所击落的 那再加上刚刚五角大楼是证实了 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门所拦截到的通话 是显示新俄罗斯的武装分子 跟俄罗斯的军事情报人员有进行通话 然后来谈到马航罪鬼的事件 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 美方等于是间接的认定了马航 是被亲俄的武装以导弹给击落 不过我们目前还在关注美方 是否会正式的公开来进行表态 那我们在华盛顿也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并且带来最新的报道